北京时间8月9日,征战法国U20世界杯的中国女足U20队,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对手,最终U20女足0比2负于德国女足。 上半场比赛第三十一分钟,德国队抢断后打出快速反击,格温的球突入禁区,小角度打门得手,德国女足1比0,第四十分钟,格温45度传中,弗莱刚投球破门,德国女足2比0领先。 下半场比赛,卸其文带球杀入禁区,一季竞射击重力柱,最终,U20女足0比2负于德国U20,小组赛两轮战霸,U20女足一胜一负。 8月13日,小组赛莫伦,U20女足将占迷日利亚。 相关新闻 8月13日,小组赛莫伦,U20女足一负。 5导 distributed切割振网和春帐日。 2 exact hebben,640 지� Voyフ 있는데요,是上水彰尾御火带比5fs buena Non-o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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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2一个是 질문 도 beef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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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